今晚看着核心PCE的物价指数是怎样 按年预计升幅是2.9% 都已经远远高过联储局的2%的目标 好了,Alan也有提到 如果要提早调升加息预期的话 可能就是最快是春年年初或是提早到 但现在去炒定加息这个预期又是不是那么稳定呢 因为我们都以银行股作为一个参考 跟债息拍在一起做参考 就拿回控来看 拍在一起来看其实走势都差不远的 都很相近的 一年逃离的 走势大致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致的 是之前债息上到1.7%这些水平的时候 回控的股价就掉头下来了 甚至现在都未上到那个位 今次的债息就1.6%左右 回控的股价 现在这段时间去看的话 又是不是真的升过了龙呢 回控就这次我想除了升加息的预期之外 另一方面跟它的业务调整都有少少关系 当然就是空洋升弯一个加息的预期 对银行股是利好的 因为那个息口或者那个息差 其实会有一个阔阔的可能性 但这个事情是没有那么快表现出来的 正如刚才所说的 因为真的加息快也都可能去到2022年才会启动 所以短期的息率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改变 一直维持在低位 所以可能在2021或者2022的上半年的时候 大部分银行股 我相信那个息差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汇控今天为什么升风那么大呢 除了债息升之外 另一个很大的原因 跟他公布了 就是退出美国的零售银行业务是有少关系的 因为他似乎就已经确定了 在美国的零售银行 要么就买了它 要么就收拾了它 似乎就只留下少量的一些服务中心在美国那边 当然你收缩美国的业务 短期对它来说是有好处的 因为美国那里是长年亏损的 所以你收拾了那边的业务 短期来说盘数一定漂亮了 因为亏损少了 现金流会充足了 同一时间就是有机会派息是会高到的 短期一定是有利的 但是就中长期来说 可能就会有一个 给人下调估值的一个压力存在的 原因就是为什么汇控的估值 会比其他区域性银行 或者甚至比内地的银行为高呢 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是一家环球的银行 你现在执了主要经济体 美国的一个业务的话 可能汇控来到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变成 变为以香港为主的区域性银行 这个区域性银行还是否值得这么高的估值 这个可能是一个疑问 无论如何 短期来说 可能对股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可能会面对一个估值重股的因素在 因为始终环球银行这个名字未必再存在 不过始终买了汇控的股民小股东 他们都继续有息收 幸好现在恢复了派息 买其他银行股都一样有息收 再去比较息率 汇控以现水平来计的息率 都不算很吸引 反而恢生有3厘以上 中人香港甚至去到4厘3厘 东亚和汇控差不多 渣打就再少一点 如果大家真的去想 明年会有机会提早加息的时候 去称这个息率的时候 又应该怎么称呢 称这个息率 其实未必完全用的息率去到比较 因为大家业务的方向有点不同 如果純看本地的业务来说 可能恢生和中银会提高一线 因为本地银行的业务 大家都是看重距的流月按揭 那方面的情况 流月按揭可能早两个月的时候 股价比较低迷的时候 市场在担心香港的楼价 会不会有一个下跌的空间位的可能性 但是过了这么多个月 或经历过这么多事之后 其实楼价过几个月 其实是持续在升 这个忧虑可能暂时来说减低了 未来如果流月按揭 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它的资产质素也没有太大的忧虑的话 可能它们的估值那方面 有机会上了一点 但是始终炒银行股就升得慢 也跌得慢 尤其是在这个高位的时候 再追入就不要期望 会有一个很大的回报